在苗栗县铜锣乡 这名男子久后跟太太吵了一架 他吞下老鼠药之后 以不可思议口对口的方式 把老鼠药喂给了 强宝中才九个月大的儿子 小朋友 终于从医院抱回小男孙 奶奶心疼的慢慢喂食开水 男孙被逼迫吞下老鼠药 轻微中毒 脸色还有些苍白 强行喂食老鼠药的人 竟然是小男孙的亲生父亲 当时男子坐卧在这张床上 抱着强宝中才九个月大的儿子 以口对口的方式喂食老鼠药 灭属王的老鼠药包还留有撕开的痕迹 当时男子和妻子起了口角 自己从里头拿出一颗红色毒药丸 在喂食儿子一小口毒完 妻子健壮赶紧将毒丸 从口中挖出紧急报警 嫌犯母亲说 37岁的儿子有时会喝酒 工作又一顿没一顿 至于狠心喂食老鼠药的父亲 也有轻微中毒 出院后即被检察官 以杀人未遂等罪嫌 向法官伸压获准 周年新闻彭志明 苗栗采访报道